台南有駕駛開車時彎腰減時掉落的物品 不小心踩到了油門 整輛車是往前暴衝撞上路旁的九部機車 而肇事駕駛一次太過緊張 居然是直接離開現場 警方順先調查不到兩小時就通知他斷說明 而另外在屏東芳寮 則是有駕駛在轉彎的時候 沒有理讓執行車當場跟轎發生碰撞 今天事情畫面拍下 黑色碧式轎車沿路開過來 沒想到從通過路口閃避交通追後 開始釀貨爆衝連撞停在一旁的機車 耍一整排 123456789 一連九部機車遭波及連環島 就像保齡球瓶 機車一步接著一步疊在一起 事發在12號中午12點多 肇事的是53歲張姓駕駛 一絲太慌張了 竟然肇事逃逸 還好經過警方調查不到兩小時 就僵然通知到案 1.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62條予以告發 不過什麼原因施空衝撞 進一步查 原來駕駛當時為了要撿車內物品 才會催到油門 釀出大禍 說到沒注意 同一天在屏東方流 也有駕駛很不小心 九紅色車輛來到路口 疑似為了搶快一個不注意碰的醫生 和執行車直接撞在一起 目擊者撞劍趕快協助放上交通追 避免再惡毒車禍 兩名駕駛還好都沒大礙 不過行車上路恐怕還是不能心存僥倖 不能急 得小心再小心 記得台灣頻道做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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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